是故事大王皮皮 大家听说过吗 有一只小鸟啊 它每天都往大海里扔石头 它这是要干什么呢 事不宜迟 皮皮马上就给大家讲讲 这只小鸟的故事吧 故事的名字就叫做 精卫填海 在很久很久以前 神农室炎帝 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儿 她叫做女娃 因为女娃年纪小 炎帝怕她遇到危险 就不让她出去玩 但女娃可向往外面的世界了 于是有一天 趁炎帝不注意的时候 女娃悄悄地溜了出去 她撑着一艘小船来到了东海 这时太阳刚刚升起 阳光在海面上 随着海浪一荡一荡的 可好玩了 女娃兴奋极了 她拿着船桨 用力地滑呀滑 滑出了好远好远呢 可是海面上渐渐地刮起了大风 风推着海浪翻滚 小船也变得摇摇晃晃的 女娃坐都坐不稳了 她就想往回滑 但小船随着海浪 一上一下地颠着 女娃根本滑不动 她开始害怕起来 啊 原来爸爸说的是真的 外面太危险了 现在该怎么办呢 女娃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大声喊道 爸爸 我想回家 话还没说完 突然一个巨浪气势汹汹地 向女娃扑过来 小船一下子被扑翻了 女娃也掉进了大海里 她拼命地挣扎 却还是慢慢地沉到了海底 就这样 女娃失去了生命 她的灵魂变成了一只鸟儿 她长着花脑袋 白嘴壳 红爪子 经常在海面上飞来飞去 发出精卫 精卫的叫声 后来啊 人们就把她叫做精卫 精卫非常讨厌大海 因为大海夺去了她的生命 她再也回不到爸爸的身边了 于是精卫决定 要将大海填成平地 她从大海附近的山上 闲来石头或者树枝扔到海里 然后悲伤地一遍遍叫着自己的名字 精卫 精卫 大海又故意地翻起一个巨浪 精卫来不及躲开 浑身都被打湿了 大海无情地嘲笑她 小鸟儿 算了吧 就算你用一千年一万年 都别想将我填平 哈哈哈哈 精卫扑愣着翅膀 坚决地说道 我就是用一千万年也要将你填平 你已经夺走了我的生命 我不能再让你伤害别人了 精卫说完 一刻不停又飞到山上去 把山上的石子掀来 扔进海里 就这样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精卫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一直到后来 精卫的孩子们也跟着她 一起掀着石头来填海呢 好了 听完了精卫填海的故事 请大家来皮皮的成语小讲堂 看看吧 在这个故事里 精卫那种切而不舍的精神 深深地感动了人们 大家想想 大海那么大 我们一眼都看不到尽头呢 要用多少石头和树枝 才能将大海填平啊 但是精卫的意志非常坚定 他每天都在做着 闲石头来填海的这件事情 他相信自己 总有一天能够把海填平的 后来呢 人们就经常用精卫填海 来比喻有些人意志坚定 切而不舍地做一件事情 好了 那今天的成语故事就讲完咯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